是港姐亚姐互相杀疯了的一年 1988年李嘉欣夺得香港小姐冠军 亚氏高层为了全面压制TVB 派出大批星探在香港四处搜罗美女 一年后也凑齐了神仙打架的选美阵容 坊间热议十个亚姐捆绑在一起 也比不上一个港姐 这句话其实说的有一定道理 亚氏自打举办选美比赛以来 能拿得出手的底牌 无非就是励志 叶玉清和秋月清了 靠什么来对付TVB李嘉欣这张王牌呢 1989年 严变禁师的亚氏高层为了打一手漂亮的翻身仗 放出高额的奖金来吸引香港女孩参选 冠军直接赠送一套富士三层花园洋房 舞蹈演员出身的翁红率先递交了报名表 还在婚纱店打零工的万启文 是被星探的甜言蜜语给忽悠过来的 而一身江湖气息的吴永威 则是被男友翁江培给一把推上了舞台 此外 赵静怡和袁杰怡也都是个顶格的美女 其实对比两种不同类型的选媒可以发现 隔壁的香港小姐更喜欢小家碧玉型 和高学历的海龟 而亚洲小姐的品味则更倾向于颜值和身材 平均身高普遍在1米65以上 话不多说 一起来欣赏这史上质量最超标的亚洲小姐吧 1号嘉丽 李小辈 方林21岁 2号嘉丽 颜爱萍 方林19岁 3号嘉丽 陈书长 方林23岁 4号嘉丽 林明月 方林20岁 5号嘉丽 李其军 方林18岁 6号嘉丽 黄秀芳 方林24岁 7号嘉丽 韩宗妮 方林20岁 8号嘉丽 陈恒 方林21岁 9号嘉丽 温红 方林20岁 10号嘉丽 蔡庆英 方林23岁 11号嘉丽 袁杰宜 方林22岁 12号嘉丽 万启文 方林19岁 13号嘉丽 吴永威 方林20岁 14号嘉丽 陈真怡 方林21岁 15号嘉丽 张敏宜 方林17岁 16号嘉丽 赵敬仪 方林21岁 17号嘉丽 李炳燕 方林20岁 18号嘉丽 张佩佩 方林22岁 19号嘉丽 何美美 方林24岁 20号嘉丽 简佩佩 方林23岁 21号嘉丽 王爱玲 方林21岁 22号嘉丽 周毅丽 方林22岁 温红凭借挺达优雅的身姿 和小巧精致的五官拿下冠军桂冠 出演了多部电视剧 事业始终不温不火 打小性格直率要强的她并不满足当花瓶 于是她找到王晶想要对方帮助自己转型 为了打破玉女形象和提升知名度 温红一口气接下多部香艳女角色剧本 将身上衣服一件件吞去 一时间毁于参半 后来遇到了一生挚爱刘冠婷 现在的温红除了拍戏和陪伴家人 还会抽时间投身慈善事业 亚军万启文是天生适合吃眼衣制航饭的人 她脑袋灵光一点就通 最关键的是拍戏卖力肯听话 后拍摄《江湿约会》系列爆火 与吴永威并称亚式的双生花旦 初恋吕颂贤二恋真子丹 后与编剧陈十三相恋七天便选择托付终身 如今在杭州莫甘山开民宿 继君赵静怡则成为了万年女配 在九七版《天龙八部》中饰演阿碧备受关注 后参演刑事真机档案和攻心计 赵静怡对事业的态度倒是很佛性 因为她并不指望靠片仇来养活自己 现实中是个不折不扣的隐形富婆 痴迷各类奢侈品 家中收藏的名牌藏品多达五百多件 名副其实的附加大小姐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最喜欢哪位亚姐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可乐留言